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黑天鹅越来越多 之前是利率决策会议美国联准会 跑出了一只黑天鹅 现在美国参议院也跑出了黑天鹅 想不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也要打仗了又一只黑天鹅 国内的疫情在接本土新增23例 疫情的黑天鹅也这么大价 这么多只黑天鹅我该怎么办 刚才介绍来到节目现场来兵 要请到方议学会理事长王润贤理事长 大家好 要请到参与所助理教授谢陈彦 大家好 要请到住宅周报社长陆敬明 大家好 以及乌比乌总经理叶国华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一只黑天鹅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真的要打仗了吗 俄罗斯有将近十三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特别是拜登竟然说 如果你俄罗斯敢对乌克兰出手 那么我要对你祭出华为版制裁 什么是华为版制裁 我们都会再来讲 不过战事真的一触即发吗 陈彦 现在真的觉得 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油价一直在涨 大家又看到疫情不断扩散的时候 现在俄罗斯可能真的濒临城下 可能真的要拿下乌克兰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们从今天 特别从原物料的报价 天然气 已经沉起一段时间了 这一天突然之间飙高了 包括镊 铝 还有这个不锈针 今天大涨了 降近三个百分点 光过一天 对 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在反映 未来我们将会缺乏天然气 我们就会缺乏铝 甚至我们讲不锈钢的这些材料 所以是不是在反映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根据这个资料显示 因为现在白俄罗斯跟乌克兰 它的边境长达1000公里 这是一个义工难守的环境 而且目前已经据说 已经有13万人的部队在集结了 包括整个军队已经动起来了 你看到画面上 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坦克这些 都已经在动了 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做一件 什么事情 叫做模拟城市战争 他们就讲我现在都是军演 我在演习 可是演习他做的叫实弹演习 那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有可能 直接插枪走火一触即发 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不只上面 我刚才讲陆地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 海上也在进行联合军演 就是说我现在乌克兰上面就是白俄罗斯 好 那右边也是陆地 这个边境长一千多个人 很难防守对不对 好 海上他也在演习 阿曼湾这边跟中国跟伊朗 也在实时军演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在海上 我演习炮弹啪啪 对不起 乱飞就飞到了呢 这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 整个气氛看起来是在备战 不管你是集结部队 还是陆陆续续进行 陆上以及海上的军演 看来都有备战的氛围 特别是俄罗斯在今天海试射了 一个极音速的飞弹 构实的极音速飞弹 我讲一下这个飞弹有多厉害 因为它在海上发射以后 五分钟就可以到乌克兰 而且因为它的速度最 这个九马赫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据说是无法拦截 据说无法拦截 所以其实它五分钟 短短五分钟可以直接 直击乌克兰 你说我直接打到基辅 它无法拦截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 那假设说 我们现在假设说 大家也都认定它是一个演习 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北约 包括几个盟国 既然送刺针飞弹 刺针飞弹给乌克兰 说这个我们讲在街上 你就可以做 不管反坦克 反这个直升机 还包括加拿大 还派了特统部队进驻 英国送了这个硫磺石飞弹 这个精准度很高 打击能力很强的 换句话也就是说 全世界各国都认为俄罗斯兰 乌克兰确实有可能随时开战 对 乌克兰自己也是这样 他们现在全民皆兵 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 甚至连十到六十岁的女性 都被征召 所以他们现在假日都在干嘛 都在做演练 都在做演练 有人想 十到六十岁的女性 女性 所以我如果在乌克兰 我也要被征召 不好意思 主持人 我们再想办法好了 可能我代班之类的吧 但我应该也被征召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他们假日做什么 就做城市的模拟的演练 然后有人假扮成俄军 俄俄军 然后侵入了 该怎么办 你会看到画面上 他们在丛林里面 做训练 然后翻滚 甚至做射击 其实大家全民皆兵 大家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一触即发 战事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战云密布 而这个时候呢 拜登说话了 他说俄罗斯啊 你要是感动乌克兰 我要对你进行 华为版制裁 好 什么是华为版制裁呢 因为之前有谈到说金融的制裁 不让他出口等等 好 不让出口天然气和石油 对 现在谈的是 华为版制裁什么意思 就说任何人 任何美国公司 你都不可以出晶片设备 技术给俄罗斯 不让他有晶片 对 那这听起来很可怕 因为你看他有飞弹 那没有晶片的话 飞弹就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怎么办 可是我跟大家讲 实际上俄罗斯没有在怕的 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百分之九十的设备 或是半导体相关的材料 百分之九十是从法国 或中国所提供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自己 你中国不会鸟美国吗 对 他完全不会鸟他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一个技术叫 石英晶体震荡器 石英晶体震荡器 其实他的体积可能 比我们所谓的半导体还要小 那他利用这个的技术 其实也运用在他的飞弹S400 S400的飞弹上面 包括他们的巨型的核潜体 也用他们的石英晶体震荡器 他其实就是一个被动元件的概念 所以他可以替代雷达晶片 没错 那不只这样 就是说除了这个部分 因为他大量运用这个来替代 所以他可以大幅度的减少 美国所谓的晶片的一个制裁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他其实有早在两年前2020年 其实就已经找台积电去下单10奈米的晶片 俄罗斯有跟台积电买 对 而且2021年确实已经拿到货了 那另外一家这个叫做贝加尔电子 他的28奈米也是跟台积电进货的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因为美国他现在在讲 他也还没有说 以后你们不能出嘛 那台积电当然可能就不会出 可是这段时间确实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台积电如果有出货给俄罗斯 联电有吗 联电 台积电是出货对不对 他直接找联电合作90奈米 怎么合作 人才 他们直接找联电去支援人才 然后透过这个高薪的方式 我目前了解是2万美金一个月 签约是签这个3到5年 5到10年合约 找这个联电的工程师 而且这些人据说已经到俄罗斯了 所以他透过这几个方式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未来如果真的 进行制裁后面我们可能也要注意 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我想晶片呢 俄罗斯买不买得到晶片 对全球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对全球影响比较大的反而是 油 天然气 铝 镍 这些出口会受到限制 当然油跟天然气大家都不要理解 因为它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 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 天然气如果不能出去的话 欧洲今年的冬天会超冷 你看之前其实俄罗斯可以正常出口 天然气到欧洲 他们的天然气已经长成这样了 如果真的进的话怎么办 因为35%的天然气来自 欧洲3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全球17%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这个部分怎么办 还有一个大家忽略的 全球80%的铝的供应是谁 是俄罗斯 那铝是什么 我们常在讲被动元件 铝质电容 所以未来如果少了铝质电容 一样嘛你车子 好不容易有了晶片了 没有铝质电容 然后你的这个电器设备 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这又要伤脑筋了 好那陈彦 封关倒数三天 下个礼拜三就要封关了 现在变数这么多 又出现可能会打仗的政治地缘风险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 我投资我回去 我觉得可以报股过年的 就是确定的事情 什么叫确定的事情 战争会不会打不知道 但是一触即发 所以原物料 原油相关的台塑 南亚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铜价 第一铜 对不对 还有钢铁类的 这些跟原物料相关的 其实在这种紧张的黑天鹅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状态还是会相当好 我这个部分我觉得就不用太过担心 那科技股怎么办 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参议院通过 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法案 对因为我们尤其是今天其实高本益比的科技股 IP相关的这一类的其实股价都跌比较凶 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小心 因为高本益比是一个问题 对那而且反弹也无力 这个我觉得在过年前农历年前能跑还是调整吧 所以陈先生建议科技股还是减码为一 不过谈完了 那么恶物这只黑天鹅就来谈谈 疫情的这只黑天鹅 疫情这只黑天鹅在今天也吓坏很多观众朋友 最主要是在今天本土新增23例 在高雄幼儿园也出现了确诊个案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你把小朋友关在家里 小朋友很痛苦 家长也很痛苦 但现在很多人担心我们往下来看 很多人担心Omicron这次病毒呢 对儿童的威胁很高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折线 红色这个折线是0到4岁的小朋友 我们发现他出现了抖角度攀升 对没有错 这个是不是回到一个 我们免疫稳定的一个社会 免疫稳定的社会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小孩子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染源 以流感当作一个重要的例子来看 流感大家每年大家都有得过 所以大家都有免疫 那我们知道每年的流感流行 都从9月份开始 9月份的学校开学 学校开学以后 小孩子不注重卫生 而且打来打去 那小孩子感染到病毒以后 他的病毒排出时间是我们成人的三倍 他21天成人7天 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染源 所以每年流感的疫情 我们看得很清楚 从学校 学校以后 到了家庭 家庭再到机关 同样的就是这条路 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然后小朋友又没有打疫苗 对 在现在的话 Omicron已经走到流感 那样子的态度来了 所以小孩子一得到以后 非常的麻烦 刚好今天算是运气很好 因为刚好碰到了寒假 所以寒假 学校一关 这个疫情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 但是如果 但是过年期间 小朋友会吵得出去玩 那还好 其实学校是最糟糕的 学校只要不关的话 那在学校里面打打闹闹闹 那再从学校传到家庭 再到社区 再到社区去 那个是非常麻烦 CDC的统计是 0到4岁的小朋友 每10万人的住院率 已经来到5.3 5.3是什么概念呢 是去年的两倍 所以要特别的留意 好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 台湾现在要买辉瑞的口服药 辉瑞口服药有没有副作用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看起来 大概还好 因为它这个口服药 这个口服药 基本上很好 它可以在家里面 就直接就不用 它不用住院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一些 本来该住院的人 到了我们的家庭里面 直接就可以在那边治疗了 好 这个口服药没有副作用 所以台湾其实应该要 多部署一点 对 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台湾做事情都很小气 这个只买了一万计 搞什么鬼 对啊 你自己可以算算看 但一个人的话 每天是两次 每天是两次 总共是五天 这个疗程 你想想看 你要五天 那一个人就是十颗的意思 是 十颗一个疗程 那你一万颗多少 才一千个疗程而已 你这个一千个疗程 你一个家庭就三个 那一个学校 只要一出来 有出现的人的话 一下子一千个 马上就满掉了 那你下面怎么办 又买不到 所以显然是不够的了 显然是不够 没有错 但这个药呢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重症率 不 这个是可以降低重症率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住院 或死亡率 大幅度的出现 下滑 对不对 三天内服药的话 下滑89% 五天内服药可以下滑88% 没有 它这个药的最大的优点在于 没有时间性 它三天内服药 跟五天内服药 它的效果都一样 降低病毒量都一样 它可以降低病毒 降低它的住院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所有的药物 如果你用在轻症的话 你这些效果 我们当初以前 在用一些抗病毒药物的时候 我们最不喜欢的 就是说 它限定在一个时间 必须要感染几天内才可以 现在它的感染时间不限定了 所以这是一个 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利基点 但是你如果只用在轻症的话 轻症我们原来上是不需要治疗 我们要的是重症 它这些资料 不管跟这个 跟默克的药 或者是辉瑞的药 两个药比起来都是一样 它只能治轻症 不能够治重症 这个是只能治轻症 不能治重症 对但是 辉瑞这个对Omicron有效吗 它有测试过 对Omicron的这个病毒有效吗 这个是有效的 有效的 因为这个Omicron变种 或Delta变种的话 它是免疫变种 它跟药 它不会变在药物上面 所以这些药物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跟疫苗不一样 疫苗我可能要测 到底对Omicron有没有效 但是药是一定有效的 好 现在有很多国家 开始做预防性投药 台湾还没有这样的准备 台湾真的还没有 预防性投药的话 这一维俊素 这个预防性投药的话 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关口里面 关口你看 我们现在关口 要挡那个入境的旅客的时候 因为台湾所有的疫情 都是关口进来的 党入境旅客 我们用的工具 第一个是疫苗 疫苗常常会 很多国家会造假 再来一个就是 那个检验 检验也有很多国家会造假 所以进来的以后 我们自己还要再测一次 现在是我们开始 在测的一次 可是这些人的话 有时候你自己测的 也不是很准 那怎么办 每一个政策都不准 这个时候 你就要加薪去预防性用药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进来的人 能够每个人 一个礼拜吃一次药 一维俊就可以 一个礼拜吃一次 非常好 它吃一个礼拜 你在台湾几天 好 你四个礼拜 就是四次 就是四次 那这样子 在这中间的话 你即使带着病毒 你也传不出去 这个就是预防性投药的 一个优点 预防性投药 对 那这个东西 就跟我们以前 比如说你要到 非洲有些瘧疾的国家 是是是 你要去旅行 这边就要先投药 投药过去 那你整个在疫区旅游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得到瘧疾 那伊维俊素这个药好买吗 现在 现在这个药不好买 因为全世界都在抢 因为这个伊维俊素 这个药物 是个诺贝尔奖 得到诺贝尔奖的一个药物 日本人发明出来的药物 可以治疗核芒症的 这核芒症是什么东西 一个寄生虫 跑到眼睛去 眼睛这个药物 怎么能进得去 你看这个药物就能够进去 把它治好 非常好 连戒窗也可以 戒窗本来要在全身 全身皮肤上 皮肤上竟然用吃药 可以吃得好 这个药不简单 穿透 这个对于组织的穿透 非常非常好 好 我们来看这个药 其实做的实验 报告数据非常好 因为俊素28天内 死亡的数据是零 所以它大幅度的 降低死亡率 这是预防性投药 不过目前台湾 并没有做这样的措施和政策 而且这个市场上 也不容易买到 这个是不是政府也应该 好好地做一些部署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事实上Omicron 它虽然大家都说它是轻症 它是流感化 它没有那么严重 但这两天讨论比较热的是 你千万不要轻忽这支病毒 因为它有一个 让非常害怕的后遗症 叫做脑雾 而且脑雾有可能让你将来 甚至连工作都不能工作 我们来看美国的研究是 新冠能够杀死脑细胞 有八成四的感染者 出现了后遗症叫做脑雾 到底什么是脑雾 脑雾就是这个病毒上了头的意思 那这个病毒不见得是病毒直接上 也可能是免疫上了头 那绝大部分是免疫上头 病毒直接侵犯头的机会是很低 这个在我们很多的病毒 我们都有见到 比如说我们的流感 也见过这样子东西 所以你不要以为流感没有脑雾 一样有 不过这些脑雾现象都在一个人 但是新冠病毒是比较严重 比较明显 因为他讲到八成四 不是 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知道流感 我们是在一个有免疫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的 叫做季节性流感 新冠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免疫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社区得到了这个病毒 所以它会有一些脑雾的现象会出现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免疫已经打到了百分之八十的人 有接种疫苗的以后 我相信这个脑雾现象会大量的减少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脑雾会怎样 会 脑雾就是上头 集中注意力 就是等于说你得了一个 就是脑炎的意思 有点像脑炎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 所以它类似像这样子 脑炎的这个征兆 会让我们 是不是有点类似像失智 不是像失智 这个是暂时性的脑炎 暂时性的 就像我们产生的精神的症状 你要产生神经的症状 那就麻烦了 像这个病例 这个病例就是已经脑部被吃掉了 那这个东西是预后很不好的 如果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病毒性脑炎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免疫性的脑炎进去的话 它大部分脑子是好的 但是你一旦出现的脑子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或者是影像学上看到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通常会留下一个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大概好不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 一定有些人还是会留下后遗症的 好不了是会怎样 就是你会经常断片 你会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你会短暂性的失智或失忆会这样吗 不是 它是产生的神经学的病变 比如说有症状麻痹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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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些永久性的一个障碍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疫苗 来就给它解决掉 如果你疫苗打得好的话 基本上它就能够把这一部分 给大人的减少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还有20%的人 连一剂疫苗都没打过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那政府也不努力 去把这20%的人给打到 然后花那些心思 去打第三剂疫苗 这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把那些疫苗 拿来给第一第二剂的人 那些基本上 它接种的难度是很高 但是政府要克服这个难度 去把它打上去 这才是我们现在 最该做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新冠有可能真的会杀死脑细胞吗 有135名参与者去玩 12种脑力游戏 我们就发现 染疫者 他的脑力下降的速度是比较快 他从75.5%降到67.8% 红色这个是感染者 没有感染者的人 他的脑力下降的非常轻微很少 所以代表 染疫者确实会影响到 他脑的情况 好 所以我们也来谈 现在的防疫政策 有没有破口或疏漏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看起来 政府的防疫政策 是倾向和病毒共存 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吗 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的时代 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 以前的时代 我们是没有打过疫苗 现在我们有80% 人打过疫苗 那这80% 这些人感染了以后 他也不会有那些什么免疫的 这80% 我对不起 我打个唱 这80% 前两天 其实理事长也曾经讲过 他是有保固期的 疫苗是有保先期的 很多如果打两剂AZ的 他的保护力已经降到 可能已经零了 或者负值了 那跟没有打过 我们是一样吗 他的保固期 虽然是有限 那是抗 那是你测到的抗体 他的保固期 会比这个更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免疫记忆在 所以说你 我们怎么知道 他这个有免疫记忆 很简单 现在我们不是打第三剂疫苗吗 对 就等于让他再感染一次的意思 要换醒他的记忆 对 他可以换得醒 AZ不是换得醒吗 BNT也换得醒 所以他的抗体数字 虽然下降 但是他的记忆仍在 对 所以他的免疫记忆在 所以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那个一二剂没打完的 那些连记忆都没办法 牢固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最危险的 好 所以 防疫还是要大家一起来努力了 直接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房地产 是不是有可能在 好热好热好热了 两年之后 在今年出现拐点 真的有这个可能吗 严比你怎么说呢 他说啊 去年买房子的人要注意了 当完工的时候 可能就是梦醒时分 甚至提醒 有一些过热地区呢 会出现房价泡沫破灭的情况 房价这个泡泡真的有可能 在今年破吗 憲哥 那安明一他担心的就是 今年的一个黑天鹅 已经长大了 所以他才会喊出 今年可能大家要小心 可能是梦醒时分 他是多头总司令 怎么突然翻空啊 对 他讲过今年 第一个价不会涨 量不会增 然后买气不强 市场不热 那市场热的来源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土地炒作 我们上次有讲过 第二个刚性自用的 第三个就是避险的通膨 避险通膨的 第五个才是投资的 那如果疫情OK的话 蛋白还会涨 那蛋白涨的来源在哪里 在刚性自用 就27平35平的 一些避险的 担心通膨的 这些啦 还有避险通膨 但是投资这个部分来讲 会趋缓 他会趋缓 那他现在担心市场有两个 可能会踩雷的 第一个是店面 他说店面你如果架 你不跌的话 没有人追价 那没有人追价 他就会 因为大家都租不出去 所以没有人追价 那整个市场 会冷下来 甚至可能还在互见之中 那豪宅是一个小众市场 豪宅他是认为 他是带刺的玫瑰 带刺的玫瑰 对 他说一般来讲 都是沽方自赏 那去年来讲 其实台北豪宅卖得很好 都是现金买 都是股票赚钱的 但是这个部分来讲 毕竟不是很大 他认为呢 从去年如果用一句话 来形容的话 买房地产的人要小心 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那你在 一场游戏一场梦 对 第一个低利率 第二个大家认为会通膨 是 因为这样子把房价拱高了 但是出现了两个诡异的现象 鬼影闯闯 第一个房价一直在涨 对 车位竟然在跌 中古大楼的车位 以前你买150万 140万 现在跌到50万 十下登陆 真的有看到这样的数字 车位对 所以房价在涨 车位怎么会跌得蛮诡异的 你知道我住的附近以前车位 一个月8000块 现在剩下4000块租金 那你当然就 但是教理说过去房价跟车位 应该是同步正相关 对 那当他出现逆相关 这是诡异现象一 那还有诡异现象二 诡异现象二 就是你蛋白区的房价 你竟然用蛋黄区给人家賣 他举一个例子 叫做世界明珠 在哪里自己去查 难搞 难搞 他说目前来讲 街肉成交是150户 总成交金额是294亿 最高价一瓶多少 175万 那170万以上的有五户 应该是顶楼 南港卖到一瓶175万 不是这样而已 平均127.7万 他已经超过市林 超过内湖 那这个也是一个诡异的现象 好 诡异现象还包括什么 我们看到房价竟然出现跳涨 我们看过股票会跳空涨平板 想不到房价过去都是慢慢的去 慢慢的去 但去年出现了房价跳空大涨的 跳涨现象也蛮诡异的 阿关其实这个现象 这个不只是全台湾出现的现象 特别是在新竹竹科的这个市场 最明显 为什么呢 我形容这个不仅是跳涨 而且是要到高血压了 为什么呢 暴涨 因为其实新竹 我们都知道 竹科人的这个收入 其实都还蛮好的 再加上在过去这个一两年 因为美中贸易战 让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一直独秀 我们都知道这个去年的这个分红 非常的惊人 所以呢 让他们现在口袋是麦克麦克 再加上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什么 他们有这个财商的观念 所以他们会比一般的消费者 更重视这个房地产投资 所以反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面的话 就出现这个房价很明显的 这个跳涨的情况 我们来看这个数字 上面有写说 这个涨了大概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六 可是 一个季度 一个季度涨十六 怕怕死人了 阿关我跟你讲 这个指标 我认为反而是落后的 落后指标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现在的这个预售屋的这个开价 跟成交的情况来看 早就超过这样子的数字 而且早就超过这样子的涨幅 我以2020年的元旦 跟现在2022年的年初 我们以竹北高铁火车站 高铁车站旁边的这个新案为例 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 高铁车站旁边的新案 成交价是多少呢 25万 现在这样 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50万买不到 预售屋 预售屋 五十万买不到 那是雙倍 两年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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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恐怖 好 所以除了房价出现了 不合理或者应该是 不要说不合理 叫做不按牌理出牌的现象之外呢 现在市场上 我们看到开始出现群魔乱舞了 郭华 有零元买房啊 零元怎么买房 你就算说买高票也要拿一点钱出来 就算融资 就算丙总 卖房子不用拿钱啊 对啊 他骗的不是我们在座这些人 可是很多人希望说 我如果不用拿钱 我可不可以参与这场游戏嘛 那刚刚听到社长这样讲 两年已经二十五万 现在五十万 我如果没副参加 那是要怎样 最好零元买房 因为我就是没有自备款 所以我没办法买房子 那如果真的可以零元买房 他就买了 那这些市场上 开始有这样的团体吗 或者是这样的行销手段吗 这种团体 在房价下跌的时候也出现 在房价上涨的时候出现 因为他两边都可以操作 房价跌的时候 给你说租租 给你盗 你都没人买 我带人一顶给你团够 你一顶够 不然你就去拍卖了 那你拍卖之后 你就没有赚钱 那我找人来买 也有人买 当房价涨上去的时候 快买 因为他会继续去 快来买 买来贪 我们先拿回来 我们整个月来说 你怎么可以零元 零元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譬如说 这间房子 譬如说八百万 八百万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 两层的自备款 至少那一百六十万 对不对 那你贷款六百四十万 他告诉你 你不用钱 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说 如果一百六十万我们真的要 那就用信贷办 这是一种方法 信贷 这个还没有违规 那就是用你个人的信用 也就是说他需要人头 所以他其实是挑人头 来玩这场游戏 然后可以银行信贷出来 这是一种玩法 另外一种玩法 就是说 不然处注配合一下 你要买 我们就身高剩一千 台北百万 你本来就没备吧 AB合约 对 没有 就一个合约 直接签一签 你屋主要卖 你就配合 就签了一千 然后去银行贷 当然这里面 当然银行就有double 就是在搭配 你去可能估个五六家 可能三四家都不同意 但是有一家会同意 有一家会同意 哪一家 所以那一千万是假的 对吧 是真的 是真的就签一千 但是这些人的成交价 其实不是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 只付给你八百 对啦 要是三一千 三一千 要去台北百万 要去台北百万 要不要拿钱 对啊 这样不就零元买房 你想你自己办办得到吗 你办不到 但是这是违法的 当然是 因为这个你自己办 是办不到的 这显然一串人在合作 所以听说 现在要查这间银行 要查这间银行 查这个代书 查这一群人 那个就是叫做姜妈妈的 那讲姜妈妈之前 你知道在房价狂飙 当时曾经有过的乱象 是三皇一流 对吧 是 现在呢 房价狂飙 又有炒房团出来 现在最新的叫做姜妈妈 炒房团 我就觉得这些人 真的不怕死 三皇一流没有一个 我不认识的 还有人从初到开始 还在跟我学 我想说你怎么越来越淡 玩到可以玩豪宅 玩店面 我就不要讲谁 大家去想 那这件事情 人家都已经打成这样 竟然还有在桃园 或者是新北 还发展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讲 我认为这件事情 会继续发展到哪里 会往台中 会往台南 会往高雄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要玩过 但是政府会抓到 所以一定要抓 他这一次就是这样子 他把你找来之后 我们讲之前他怎么玩 加入之后 先付个会员费 三万六 还要付会员费 不要啊 桃园那一家就是这样子 你要来学 会员费三万六 没想到 电视一直加 你没来插入会员 我会给你加 对吧 你想要学不 免钱买房 你只要买到这一间 现在八百买到 对不对 你知道两年后会涨多少 涨一千 你三万六要不要交 你先交我再给你加 所以他先找人入会 然后缴了会费之后 他再透过假合约的方式 可以零元买房 是 然后当然他有后面一团人 包括这个带书 包括配合的银行 这个都这样子 整天在配合就對了 对 就是这样 你信贷我告诉你怎么解 一般人都没有在讲的 我现在信贷 我叫我叫不起 你不要烦烈 你这间房子过一年 我们可以跟银行征贷 就把你信贷还掉了 你都没听过 反正 有听过吗 同一间房子 你现在不是贷八百吗 你不是坐一千 贷八百吗 对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 刚刚不是讲 信贷你要去借一千六 一百六 对不对 一百六不就你信贷 那个还款的本息是很高的 是 那我怎么撑得起 你买还乐 这一年我会帮你打 这一年会先帮你打 因为还息不还本 明年到之后 帮你从银行 把这个增贷出来 就不是信贷是房贷 你想都没想过 不可能的 他就可以这样操作 所以这一次央行查出来 金管会查出来 就是说 你怎么没有去控管 因为有还息 他还来征贷 然后他没有固定的这个开工 你也没有去把它征贷 或减乘数 或降利息 都没有啊 所以 这样打出来才被挖出来 这个江妈妈这个集团 就蹦出来了 蹦出来了 他真的多厉害 没有吧 但是就是一串人再配合 配合骗谁呢 骗这一群 你什么房价 什么蛋白 每天要听你讲说 蛋壳区的房价 卖蛋黄的价钱 那我连蛋白都买不起人 怎么办 我这场游戏没得完啊 所以他就被凹进来了 所以这样的乱象重生 还包括什么呢 据说呢 案子还没有开工 就开始有付款明细表在封传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去年的新闻 这个也是在网路上常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现在 Nine的社群很发达嘛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疑似 卖方他会进行一些 店价的操作 怎么个操作呢 我不是在讲这个建商 我是在讲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 可能卖方的接待中心 他自己他先出一个 类似拆款表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把价格写上去 那再把这个放到网路上 去让他发酵 刻意让他发酵 可以让他发酵 然后让这些还没有来买房子的 或者说准备来买房子的 他先在网路上接收到这个讯息 让他的这个心里面 有一个这个底价 或店价定毛的这个效应这样子 那我问你中人现象还有吗 因为之前呢 特别是在新竹 听说你如果没有人带 你还没办法去看房子 还有这种事情 我要买房子 我总要看房子 所以没有透过中间人 你没有付一笔费用 说有人带才有办法看房子 卖给那么多 因为他会员有限 他没有办法卖给那么多 再加上他背后 有一些所谓的业主关系户 为什么呢 业主关系户 譬如说我是建设公司老闆 我现在买一堆 然后我要盖个案子 这个案子其实户数不多 只有100户 结果这个消息 我的亲朋好友 或者说我的长官 或者是说我的兄弟会 协会什么会 意思是还没有开班 就被人家包走了是不是 可是我不会钱给他们 这个人包5斤 这个人包10斤 然后透过他 某一人 透过某一个代理人这样子 譬如说 只要透过你我才帮我看房子 透过他我才帮我买房子 因为你都包去了 譬如说 憲哥知道我要 我要3斤 他说利用关系 可能给我说要个2千 郭华哥也听说我要推案 可能给我要个2千 4千就没有了 如果这个人一多 这个比例的关系 大概10% 就要透过业主关系户出来 but 憲哥跟郭华哥 他们都不会自己跳下来 去把这个户别卖掉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agent 一个代理人 替他们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中人 房地产界的中人 所以房价狂飙群魔乱舞 那今年呢 今年还会继续涨吗 因为今年政府还会持续 寄出新的打炒房政策 可以预期 只是他到底要推出什么 我们不知道 前一阵不是已经又推出了信用管制吗 所以第三户只能带4成 陆陆续的打炒房政策 推出到底对房价的打压 会不会产生效果 特别是我想今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升息 现在呢已经有专家喊出 今年要升8次 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升到8次 但我想低销至少会升3次 不管是3次还是8次 今年是一定会升息的 对房价的影响呢 对 其实现在房价就跟台北的一个公车一样 就在里面的一直都想要出来 我已经赚钱了 去年赚很多了 但是外面的人说 买多少人担钱 一直要买进去 一直要买进去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它的房价天花板一直往上 但是没有买的人心惶惶 所以我们先来看成交量 那成交量去年的六都成交量 是创8年来的新高 这8年来的新高 整个台湾的六都成交26.8万户 8年来的新高 除了台北市是小湖衰退以外 那高雄成长最大 比如说北台湾衰退 南台湾最强 但是我们如果从整个去年的第四季来算的话 更恐怖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去年打房不好嘛 对 那如果从去年第四季更严重 去年第四季整个六都成交 7万7千5百66户 结果你知道 是创11年来的一个新高 而且桃园跟高雄是创历史成交新高 再我们再回到价的一个成交价 成交价去年的平均六都成交价是 36.58万 那今年是多少 是43.2万 涨幅最多第一名是台中19% 第二名是台南17% 第三名是台北14% 第四名是新北11% 第五名是高雄11% 第六名是桃园8% 要特别讲一下高雄11% 其实是去年第四季才涨 前三季根本就没有涨 那刚刚有谈到 两个因素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房价 第二是政策打房 但是从去年经验来看是越大越高 第二个是升息 对 联准会的升息 我们从过去的三次大的升息 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6年 那一次是因为2000年的网路泡沫 所引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次我们来看是2010年跟2011年 那一次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 因为联准会的QE以及中国的铁工机 它抛了4兆的一个人民币 第三次就是最近2015年到2018年 那联准会在疫情之前说 我要收表了 我要收表了 结果你看这三一次打下来 有没有用 没有用 第一次之后房价涨了21% 第二次房价涨了17.7% 第三次多多的疫情 如果没去到就2.57% 所以每一次升息之后 反而是往房价再往更高去推 事实上也有一份民调 曾经调查过消费者 房价跟应该是说升息 对你的购物意愿 会不会产生影响 大部分的民众说 如果升息在三马之内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来讲房价越涨越高 天花板越垫越高 如果我还是想买六都的房子 我到底该不该买 今年可以买吗 要买哪里 现在问国华 国华你认为六都哪里还可以买 六都呢 目前是这样子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所有案子 大部分都在讲大盘批发跟零售 我们刚才讲什么预售 代售 什么中仁 那些都是大盘跟预售批发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零售 明年 今年开始 2022年开始是零售的市场 零售就一般客户去买中古屋 所以2022是中古屋的市场 当然是 我们去年前年在看的时候 这个预售卖多少 那个预售开价多少 那个又红单 我们仲介的二手屋 现在是哪里 台北的零售 新北的零售都插那里的预售 但是你忘了 今年可能回到中古市场 当然 这是百当效应 因为我30年 虽然很年轻 我30年的经验告诉我 它就是会这样 中百会百回中古 会百回来 你一看就好了 这个年后领完年终奖金之后 你就看着那些动作就好了 今年是零售的市场 好 那我们要锁定什么区域 我们锁定哪些区域呢 锁定 其实我用两个案例来讲好了 我的一个朋友 他帮他的孩子 他孩子在哪里 在这个越南 越南当台干 然后他结婚在台北 本来是看哪里的 看一看这个北市 北市呢 就看周边看一看 真的买不起 我跟你讲 2000万买不起 那就转到哪里去 转到这个新北 新北哪里 芦州地区 看一看 哎呦 怎么这么贵 然后就转到哪里去了 他现在锁定的目标 就是青浦 桃园啊 桃园 所以那这个不是单一现象 我周边很多人都这样子 所以最近 刚刚讲的青浦 青浦 你知道吗 最新的开案已经破50了 然后呢 买方还很多 可能破50那还能买吗 好 我告诉你 现在不能买 你去看当地 当地是怎么买卖的 早期有人买的 现在就是在卖他那个 已经定好的 他平盘就要出厂 平盘出厂 你给我一点凉水费 我就把你过掉了 但是那些案子过完之后呢 那就是正常买费 淘宜进去买嘛 所以桃园的市场 不只只有青浦 因为他绿线很长 很多点 所以你觉得桃园还是 桃园会涨 桃园会涨 他的买机会很好 因为他人口一直增加 他不是只有台积电或什么 他是什么题材都有 好 那我们来看桃园 桃园 其实涨最多的是在龙潭 龙潭现在去年第三季的最新平均房价 是18.28 年增率成长17.33 反而是龟山跌比较多 龟山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 这是在桃园 那除了桃园之外呢 你认为哪里会 有机会 台南 台南 台南不是已经长很多了吗 我认为台南 现在才在主身段 台南才在主身段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材刚擴廠 那个员工他还没有在进驻 今年明年未来三年 这个人会陆陆续续进来 所以那时候的这个需求 就是硬需求 那再加上第二个 台南目前正处于 年年有利多的一个现象 什么是年年有利多呢 包括今年 二月下旬要营运的这个 台南高铁的三井outlet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这个 台南北区还有一个前这个 我们讲说冬地市百货 现在已经改成叫南山广场了 也是预计在这一两年 就要开始试营运的 再加上台南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建设 一个是台南铁路地下化 再来是这个台南捷运 还有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这个 台南北外环 所以这个台南市政府的规划 是要让这个台南年年有利多 所以这个利多在不断的推升底下 所以我对台南的这个行情 是非常看好 那台南要来哪一区 现在最夯的区应该是 上华跟新市对不对 没错以前 吃台积电嘛 对以前我们都会讲说 现在平均大概都二字头 没错 不止 新案不止 新案现在都见三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古屋的平均房价 那我跟各位报告 之前我们喜欢讲说蛋白区蛋黄区 可是在台南 我们必须要讲的是南科蛋黄区 为什么呢 南科蛋黄区是过去我们认为的蛋白 但是现在是最有潜力的区域 没错 所以我会挑出 我会挑出在这个南科 井陵南科的这个善化 新市还有永康 再来再追加一个区域叫做安南 为什么呢 安南的这个人口仅次于永康区 可是安南他就紧贴着这个台南的老四区 紧贴台南的东区跟北区 所以呢他可以受惠到什么呢 受惠到这个台南东区跟北区的 这个人口的外溢的这个效应 再加上他有一条北外环是连接到这个南科 所以现在这个安南的房地产市场很火热 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个 那一瓶到多少钱 现在啊 安南 新案三十桶 新案三十桶 他去年从二十出头 新案三十桶 到月底拉到 年底拉到三十万多 九分子啦 从化学 没错 高分哪 天死人 塞车塞死人 我问你高雄呢 高雄 在这么短的时间飙这么多 会不会有点涨过头啊 高雄现在算害死人 害死人 为什么呢 因为短短的大概半年的时间 而预售的案子从一字头 直接现在是见三了 所以这也是跳涨嘛 跳空大涨 可是这是开价 成交价 我们可能还要再等这个 十价登陆出来 那高雄还能买吗 要三了呢 高雄可能要有点时间性 所以高雄要稍微等一下 我觉得高雄有点 就是像竹北当初一样 冲到四十的时候就卡住了 然后再修回二十五 所以我们等它下来再买 对 一定会这样 保证 我的看法跟国防相对是 因为它炒过头了 它很多东西还没有跟上 而且它本线快速飙涨 是 所以可能稍微再等一等 好我们台湾的房地产之后 回到股市 给你鱼 不如给你钓竿 在今天前一样 要教我们股市必杀季是什么呢 魔术累积成交量 来看一档个股的多空 对一般我们在看这个价量图的时候 其实是站着的 就下面的量是站着的 今天我们要教这个各位的是躺着的 所以为什么用了魔术两个字 因为原来躺着看量 看得比较精准 不要有别的这个想法 这个一般的股票软体可以秀出来吗 都有都有都有 当然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现在基本上都有这种 只是大家不晓得有这一个 它可能是一个隐藏版的功能 但是一般的软体都有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躺着看的 横着来看这个 它的魔术点在哪里 因为比如说 我们常常在讲说 当天报大量什么的 哪一天报大量 可是有一个问题点 我不知道这个量 是成交在哪一个价位 我觉得可能哪一天报大量 我们不是真的那么关心 我更关心的是哪一个价格 然后哪一个价格的量 累积更多 因为一群人会抱团取暖 你也是600 你也是大学长 原来你是688那个学长 大家会一起取暖 那我们从台积电先来看 对没错 所以台积电的集结是在这里 跟这里很明显 所以如果以台积电来讲 其实688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他下面有很强的支撑 真正的支撑现在在这里 所以你看他调到这个大量区 现在这群人正在抱团取暖 他们可能耐还彼此讯息 在问说你要不要跑 他说我有点冷 那我们要不要再忍耐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离开就麻烦了 但是下一个点在哪里 这里一个大量区 落在这个盘整 大概600附近 今天在这里有点危险 对 那万一撑不住 大概就是到600 这中间是空的 因为没有人 没有团队在这 那我们看宏达店 你看过去他在将近 100块97块3这里之后 为什么在这里 一守不住以后 一卸千里 因为集结在这里 守不住 完全守不住 下面很少 完全没有 所以后来娟姐你记不记得 危险危险危险 我都不在谈宏达店了 就是这个原因 那另外台表科 最近也是一样 量大区在这 看起来这个股票是不错 可是他站到这个集结区 这里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这个大量区 他是价位最多在这里 价位 价位 我要再提醒 那所以在这里 他上不去了 那这下子比较麻烦 那像这个叫奇虹 他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这是一个盘整区 他的集结区就在这 突破了很好 所以你看他突破 上面都没有压力 然后这一群呢 一起突破 大家一起赚钱 他会很开心 所以为什么今天 连续长宏 台股弱 他会抢 其实跟这一群 集结的力量有很大关系